扩张业务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看你的奖金的这个制度 那么你跟大家能够互相的来互动 然后看看这个制度是怎么的运作 我希望你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我们也在这边确实准备支持你 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要尽量告诉我们 现在呢就要进行今晚上的节目 今天晚上要看一看是你的故事 如果说你刚刚加入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Kindle Hall 知道说这个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对于你的销售是很有帮助 人们希望听到你的故事 要怎么样的来介绍的这个业务的机会 以及提升你的业务 同时呢 看你是的确能够说什么 能够做什么呢 如果说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念 能够在全球影响人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这个Nathalie Dion 她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业务 那么她已经两次的进入北美的成长25大 以及坚振健康基金会的这个青山大使 Nathalie跟Denis她每天都是为我们在这个法文的市场呢 在帮助我们影响人 帮助人们 以他们的这个良好的这个领袖的能力 让她成为这个生活以及业务方面的这个专家以及辅导人员 所以他们呢 在这个Yousana这个生活方式呢 都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说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就请Nathalie Dion 来为我们出讲 欢迎你 我非常荣幸 我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讲一下法文 欢迎这个Yousana的这个法文的这个家庭的成员 大家好 我非常的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谈一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 如果你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话呢 我想如果你已经知道我的话 你就知道说我喜欢追求基本的原则 我把一些事情从简单的事情开始 那么我也会重新的告诉你 那么对于如果你是Yousana的新人的话 也欢迎你 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 今天晚上我希望我能够启发各位 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 就是分享Yousana 我们先开始 首先呢 我想说的就是事实以及故事 是大家可以提升你的这个业务的 Yousana提到说 Tinder Hall 就是我们在年会中听到她的演说 我非常的建议 如果说你没有跟随她 我的话你要跟随她 甚至的话订阅她的这个书信 看看她告诉我们哪些事情 我们也必须要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 以及其他人的故事 我们今天我会看一看 要如何的来正确的分享我们自己真正的故事 然后介意介绍我们的产品 首先呢 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故事 这样要这样做必须要使用这个产品 熟悉产品 那么这我对于所有的这个特许专业上来说 我都告诉他们 这是你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Yousana的这个生活方式 从早到晚 你必须要把这个产品给纳入你的生活之中 你必须要建立你自己的故事 所以有不同的方法来分享故事 我们可以跟朋友分享故事 你在聊天的时候 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分享 但是呢 就是你必须要注重的就是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觉得我好像做了很久 我已经在Yousana已经做了18年了 所以说我已经吃了很多Yousana的产品 我总是觉得是我的这个特许专业商呢 在这么多年来 就是你可能会成为一个专家 或者科学家等等 那么我所做的就是 我确定我有非常好的这个故事 而且分享我的故事 有关于各种不同的产品的这个故事 那么我的以我的热情来分享 然后我把这些事情交给这个科学家 让他们让科学家跟他们解释 如果他们客户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 那么 他们可以去找这个询问科学家 那么我所分享的呢 就是我对于Yousana的热情 所以产品见证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如果你刚刚开始的话呢 你刚刚开始使用 比如说Selaviv或者是其他的产品 或者是这个重整计划等等 我真正的大力的推荐你 拍这个使用前以及使用后的这个照片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这个方式 人们非常喜欢见到这样的照片 那么今天呢我想大家会有各种产品的推荐 他们想要知道呢 你是真正的在使用它 而且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产品是很有热情的 而不只是一个 一个随便一个人在分享 他自己所没有在用的东西 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 你必须要确定自己是 亲身的在使用这个产品 那么我所喜欢的这个建立故事的方式之一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你为什么选择Ussana 你在Ussana之前是怎么样 那么你现在 你对于未来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理想的故事 是这样子的来建构的 那么例如我在加入Ussana之前呢 我的这个血糖的这个程度呢 非常有问题 时高时低 所以说我在工作的时候 通常在下午三点 通常我就精神非常的不好 那么手会发抖 然后必须要 可能要找一些甜的东西来吃 所以说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的严重 并不是说我超重 我从来就是体重是很正常 但是我的血糖的这个程度就是 时高时低 这是我加入Ussana之前的状况 那么我选择 做这个重整计划呢 因为我觉得说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计划 就是让我的血糖稳定的这个计划 那么抑制我对于甜品的这个 诱惑 那么在这个做的重整计划呢 让我对甜品不再产生这样子的这个 想要这个甜品的感觉 那么我的精力比较充沛了 那么我在上班之后呢 我身体也感觉更有精力 所以说我一年 至少要做三次的这个重整计划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情况 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业务的话 我想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那么你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 不管你是用做什么产品 也许有的人 他是运动员 你可以分享 你可以自己的 就对一副美Q10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你在使用CelaViv之前 那你为什么选用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互服产品以及等等 你可以分享你对于这个事业的这个心理 你想要建立怎样的事业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配方 所以说你真正想成为一个说故事的高手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慢慢的来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加入Isana的时候呢 Connect Larsen 她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 她非常的棒 她是最高收入者之一 所以说她每次上台演说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非常的 她所讲述的故事非常有力 所以说她建立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 有坚实基础的业务 因为她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一直到今天 我都觉得说她是我非常仰慕的一个人 所以说你分享故事之后呢 你跟一些人建立一个情感上的联系 当然我们 你不需要了解她们的一切 但是我们非常有运气好 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我常常使用这些工具 所以这只是我们有的几个工具之一 我们有USANA的目录手册 我们有USANA的媒体中心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永远没有办法看完 她媒体中心的所有的东西 因为太多了 所以说 我必须要分享的就是询问科学家 我觉得这个网站非常的好 每当有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分享我的故事 但是每个人 每当有人在问到 有关于一些产品的细节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去登录这个询问科学家的网站 如果你之前登录这个网站 然后下载一个链接的话呢 他们你的顾客呢 就会看到一个按钮 然后上面写购物 那他们如果这样的话 购物的话 他们就会把这个点数 移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 我记得我记得以前的一个特殊专言商 他问我很多的问题 有关于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很多问题 当然我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 坦白讲 我会拿两个他所问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就直接问这个网站 那他们就回复给我 他们给我非常好的答案 然后我就转给他 他对于我们这个回答的这个质量的好呢 感觉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说他 他现在对于我 这么快的就把这么好的答案 全回去给他呢 感到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说 我跟他说 你给我48小时 我就把你的这个问题呢 找到答案 然后回复给你 所以说我每次都会这样子做 那么他一开始的印象深刻 那么所以说 请你不要以为 就是说你要必须要了解一切 事实上你不需要 有非常 Yusana有非常多的资源 有很多的人 你可以去问 所以说请大家要 使用这些工具 我总是说呢 你是一个信差 你并不是这个信息 所以 不要以为说 自己必须要拥有 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以为一定要了解 所有所有的产品知识 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要这样追求的话 你就会 丧失很多的机会 你一旦 知道了产品的话呢 你知道 有这个特许专业 相应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学习 要如何的去分享 所以这就是我 所学习的方式 对这就是我们的工具 那么现在呢 你的工具呢 你的目标呢 就是每次 每天都与客户 进行联系 分享跟联系呢 分享你的故事 分享你的信息 是 是最重要的 这个提高收入的方法 你应该每天这样做 你就分享 分享 不管是个人分享 或者是 推荐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等等 推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呢 也许我们现在呢 个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呢 对我来讲 社交媒体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跟人们 在线上能够交谈 或者是用那个 Facebook的Messenger 我们有Zoom 所以说我的做法就是 我跟人们联系 然后呢 建立关系 建友谊的关系 那么 我们有的时候 一起喝茶 呃 跟着呢 可以聊天 做一些 呃 可以看到彼此 在Zoom上面 这个比这个 传简讯呢 要更为 呃 亲密一点 这是我的做法 也许有人不觉得是 对他们来讲 比较好的方法 但是对于我来讲 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么 客户的这个 Customer Connect 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这个 应用 所以说 呃 我知道说 我喜欢 事情很简单 所以说基本上 我使用这个应用 的方法呢 就是我建立一个 分享的名单 那么我一旦 呃 以一个人产生联系的时候呢 我就 分享我的故事 那么比如说 有什么产品 我正在使用等等 马上的话 我就可以 把这些 产品的这个经验 传送给他们 那每次去分享 一个故事的时候呢 我都会加上一个 我的share list 在这个 应用里面 所以说基本上呢 你在建立一个 呃 一个潜在客户的 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人们有的时候 并不知道 他们 知道 他们不 他们不知道 他们需要什么 或想要什么 也许有人从来 一辈子从来没有 吃过维他命 所以说有的人呢 他们 但好相反 他觉得说我 他们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他说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多重维他命等等 所以说你要调整 根据他们 不同的人来调整 你的做法 那么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 有些事情不能做 那么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问问题 嗯 你真的 尤其是对于顾客来讲呢 我想现在 线上有很多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并不需要 为客户做这个非常多的 这个报告 那么你只要问他们正确的问题 比如说 如果我问你说 你现在优先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的目标 就是帮助他们 来建立他们自己个人化的这个计划 这就是你的目标 你并不需要 讲所有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你必须要为他们建立一个计划 那么我想做的事情 我也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给他们太多的这个信息 让他们感觉到无所适从 那么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 让他们有一个焦点 有的时候会问 在这个messenger里面问他们说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排一下顺序 比如说你第一个目标是要减重 第二个是要健康 第三是要精力充沛等等 第四是要睡眠 所以说我就问他们说 你的目标第一目标是什么 他们说精力充沛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给他们推荐产品 所以说我如果他们说 第四个 那么我就知道说 比如说 也许要怎么做 我就可以帮他们建立一个计划 一旦他们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给他们 然后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解释 为什么你推荐这个产品 当然你不要用一些什么科学的术语 我一个朋友呢 你可以跟他说 我一个朋友他们 他的情况跟你一样 他们吃了 他吃了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适合他的这个生活方式 就他觉得精力充沛了 所以说我觉得呢 这个产品可能对你也比较有帮助 就这样子 就这样你必须 你并不需要解释太多 这就是我做的方式 然后呢 我一旦焦点放在他们的目标 想要的东西 那他们满意的话呢 那这个客户 就成为我的这个网络的客户 网络之一 那么我非常的对他们 也许一个月之后呢 我就跟进 然后问问看说 这个你对我们的产品买不满意呀 我可不跟你介绍一下 互服产品呢 这我就慢慢帮助他们 了解不同的产品线 但是呢 我不会 一次跟他们解释所有的产品 这对他们来讲呢 负担太大 那么事实上 这就是我告诉你们 必须不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说 一次不能够告诉他们 超过三到五个产品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我要所有的 我要认识所有的产品 各种不同的这个等等 但是你可以有不同 在不同的谈话之中告诉他们 但是事实上呢 记得不要 给他们太多的信息 也不要问太多的问题 不要问太个人的话的问题 就维持简单 你要记得就是 这个顾客 如果他们喜欢产品的话 他们总归会成为 一个很好的客户 如果你只是使用 这个很多的 这个科学的术语 让他觉得说 好像很复杂 那这个人可能会觉得说 哇 天哪 我就不喜欢这个产品 这个太复杂了 那么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希望能够复制 我希望任何 我所接触的任何人 都能够觉得说 这个很简单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所以基本上呢 就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 我是信差 而不是信息 我想要再谈一下 这个推荐 因为一个满意的客户呢 可以让你带到一个 你从来不想 不想的会达到一个地方 那么一个客户呢 我认识一个人 已经一年了 那两个礼拜前呢 他给我一个信息 就是说 我一个朋友 他想要吃这维他命 你可不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 好 没问题 我就打电话给他 这是一个新客户 他就开始吃这个 细胞基因营养素 有的人 也会觉得说 有点失望 因为你只有卖这个细胞基因营养素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你不晓得 你这个会带 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因为我记得 我的第一个客户 Michelle 他对于这个细胞基因营养素 非常喜欢 然后 他也许他推荐Mark 那么我非常照顾Mark Mark 分享 说他想要减重 但是他要从这个多种维他命 开始看看 效果怎么样 也许 在一个月之后呢 你再跟他谈这个减重的情况 所以说第一个开始 我记得 我是不是打电话给他了 但是 第一个给我这个推荐的这个人呢 现在我可以回到他那边 跟他讲说 谢谢你 推荐这个Mark 给我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新的计划 叫做推荐朋友的这个计划 所以说我现在要跟他解释 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获得10%的这个他所推荐的任何的一个人 所以说这让他会感到很兴奋 如果说他真的跟我推荐更多的顾客 也许多推荐一位或多推荐两位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跟他谈话的时候 我们还叫做Michelle好了 如果可以跟他说 我觉得说 我看你对于我们这个计划 计划很高兴 你想不想要多赚点钱 而不是多只赚这个 有刹那的这个贷用金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跟他介绍这个PC的红利 我就可以把它迁入 成为一个这个计划应商 这样的话让他能够多赚更多的钱 那么你可以让这个Michelle 让他开始迁入这个PC 这样的话呢 我会告诉他Michelle 你做得非常的好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呢 可以在油上来赚钱呢 我想要跟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设定的方式呢 非常的好 因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东西 这个推荐朋友这个计划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呢 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个计划 就是我们现在在每一个级别都有一个不同的计划 我不晓得Michelle的结果会怎样 但是呢 我非常好好照顾他 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跟进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做类似的 对于这个客户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呢 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 我放了一些照片 这样告诉大家 如何的来分享 把你的脸放在你的分享的内容里面 我做了很多的这个 在社交媒体上做了很多的试验 有的时候放照 有的时候放产品照片 有的时候放我自己的照片 但是我发现呢 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我非常的鼓励你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你会放很多不同的 这个譬如说面膜的照片等等 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总是十全十美 但是你要分享你自己的真正的故事 那人们就会非常喜欢 他们会喜欢 他们是在购买一个产品 但是他们也购买你的形象 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放一个 网路的这个链接的照片 比如说这个重整计划 我分享了一个照片 我甚至上线 我加入一个分享链接的这个按钮 让他们能够按这个按钮 去看我在做什么 那么我也会登上我自己的照片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 有人有希望获得更多产品的信息的话呢 我就会把这个询问科学家的这个链接放在下面 然后确定每个人 他们如果按这个链接的话 他们就会连接到我的这个购物车里面 所以说这是我的做法 对于这个业务呢 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这个业务的见证 我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 人们总是告诉我说 你很简单 但是我根本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啊 我刚刚开始而已 我还没赚到钱呢 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跟你完全一样 我一开始的时候赚的钱也是非常少 我记得好像好像四百块加币左右吧 我我记得我当时的情况跟你完全一样 我们刚起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我并没有当时一开始没有是那个事业的见证 所以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分享你对于未来的这个信念 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三个阶段的信念 或者你可以分享其他人的故事 我记得呢好像两三年前 我其中的一个安省的特取专营商 他找到了一个潜在客户 他是一个是Canadian Tire的一个协理 我以前曾经是一个Costco的这个业务助理 所以说他问我说 你什么想分享你跟你分享你的故事 所以我就这样子分享我的故事 你就看看你的四周 看你的团队里面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有人 在不同的领域有成功 所以你就去找他们 要求请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这种收集故事的这种做法 在一开始非常重要 在我的情况下 在我十八年前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 我对于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所以说我就跟朋友分享我对未来的看法 有人觉得我发疯了 有人会觉得说我不想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说我找到一个东西 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我要分享 我心里面所想做的东西 所以说这就是我要分享的东西 这样的话人们就开始被我吸引 他会觉得说这个人非常精彩 所以说人们想要知道说你的未来目标是什么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一个实心钻石董事 他们想要知道说你的未来的目标 他想要知道你的期望是什么 他们会跟随着你 所以说呢 你的故事之一就是 第一开始 你要告诉他们 你在家里有三小之前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自己本人呢 就是说我还是在Costco做这个 经理 副理 那么我被fire掉了 我觉得非常压力很大等等 然后我家 我选择了 Yosana作为我们的健康与自由的这个未来 所以说 我就跟朋友讲说你看着好了 我会改变我的生活 当然了 有的人可能不会跟随着我 有些人今天可能会告诉我说 哇你运气很好啊 事实上我18年前就已经告诉你了 我分享了 我已经跟你分享了这个公司 你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做的话 绝对不会闲持 那么同时呢 你一定要分享你对于未来的这个热切的期望 所以说一开始呢 你要怎么告诉他们呢 也许你要告诉他们有关于有三个业务还是产品 你要我要告诉你就是说 我最喜欢的这个破冰的这个一开始要怎么讲 首先 你是不是有兴趣建立 跟我一起在未来两到四年之内建立一个兼职的业务呢 这是对于有一些我比较熟的人 我喜欢使用这样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每天经历多一点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呢 你想不想要经历多一点呢 你可以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问朋友说 有人跟你说啊 我觉得好累哦 我觉得今天没有都没有经历 你就问他说 如果说你经历更多的话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可能会说啊 那我可能会做这个 我就是做那个 那你就可以说 哎 Mary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真正可以让你精力充沛哦 你想不想要看一看 也不见得会对你有效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对我很有效 你不要一开始就马上跟他们说 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你要这个这个 你要这个 你要去这个 你要去那个 不行 你只是一个信差而已 那么这个人就会觉得说 啊 你要告诉他们介绍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 敞开心胸 接受你的 那么另外一个 问题就是啊 你可以问的就是 你可以说 你如果有一件事情 可以增加你的健康 那将会是什么呢 所以说我的这个 参考的这个 顾客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他就说 我希望更多有中 呃 我希望能够增加精力 也许有一天 我会希望减重 但是首先 目前为止 我最 最迫切需要做的事 就是增加精力 所以我喜欢问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很多 来自我的团队的朋友 但是我认识了很多的这个 特许专营商呢 他都知道 我总是会问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去餐厅 都总会问这个服务生 这个问题 我就问他说 你这个你是在做全职吗 我会问说 这是你是全职 还是做兼职呢 但是很大部分人都会说 这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我有很多账单要付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跟他对话 你可以开始 从线上问这个问题 第五 你现在是不是在做 很多其他的这个计划呢 而不是你目前正在做 很多的事情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的好 我可以让你开始跟他交谈 另外有些人呢 对于成为 有三个社区的一员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 有人需要四周的人 有很多人的话呢 你可以问他说 如果你如果你成为一个 注重健康的一个社区 你觉得这个对你在这个生活之中 是不是会有帮助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哇 这样真的是很好 我觉得在这个社区中有很多的时候了 我有很多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开始谈话的一个机会 分享 有三个方式来分享 基本上有三个方式来分享 有一对一 还有团体活动 还有这个线上的这个报告 现在呢 我想这个时候是线上的情况比较多 我觉得 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 是发挥创意的时候 我们在线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计划 一对一当然是可能的 但是呢 你在分享业务机会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网上分享 我觉得呢 在在寄送任何的信息给别人之前呢 在邀请他们之前呢 我总是要先给他们定下一个后续跟进的时间 比如说明天 我要做一个 对几个讲法语的这个特举专员商 做一些报告 那么今天 我就跟他们确定的日期 就是在礼拜五 五的说 他们将会听我的这个报告 然后他知道 在星期五的下午四点 我就会打电话给他 我就跟他讲 讲好就是说 到时候我会回答他的任何问题 然后协助他们做出 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决定 但很多人呢 非常的喜欢跟进 然后认为这个跟进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觉得那跟进是可以让他们给他们很多的事情的方式 那么很多人呢 是很难 如果说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全局的话 是很难下决定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把你这个跟进的这个行程放在你的这个行事力上面 然后才发出邀请 希望能够付出他的为他的产品付钱 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谈话方式 所以我非常小心地在跟他们介绍事业计划的时候呢 我要知道说这个跟我讲话这个人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那我就可以调整 我跟他讲话的内容 如果有人真的想要 目标是想要获得六位数字的收入的话呢 那么我对他的训练就会非常的不同 所以说我觉得一对一 对我来讲呢 一对一是我最喜欢的做法 那么最后呢 同样的呢 我觉得邀请以及分享 对我来讲是两个最重要的 这个增加收入的方法 很多人在讲 我的事业做得不好 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 你这个礼拜做了什么呢 你是不是跟找 外面找客户呢 那么我就想说 我就问他说 你今天往来要邀请多少人呢 他说没有 那事业就会从这里来做 你若不分享 若不邀请 你就没有事业 就没有业务 所以说 在线上有任何的活动呢 你都没有邀请人的话呢 也许 你对于这个 Yosana的这个社交方面的事情 就可能就比较 比较不适合 所以说你必须要邀请 人来加入这个活动 然后分享Yosana 我经常听到的呢 就是 有人说 哇 我不想要让人家 好像觉得我是推销员一样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推销员 我们是在卖东西 我们卖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 在你的事业里面呢 如果你不卖产品的话 你就不会有收入 所以我觉得 对我呢 这个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对我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那么因为我们 我们是心存善念 我们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关爱别人 所以说 你如果是 对于成为一个世界上 最近看到大家庭的这个贡献呢 这就是 我每次分享 Yosana 心中所存有的信念 所以说你一开始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以及心态的话 你即使不想要 真的想要看起来 做一个销售员的话 那么 我要告诉你就是说 销售也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要告诉客户的就是 我 比如说我在旅行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给人们的是希望 我们给他们的是 健康 我让他们建立第二份的收入 让他们的生活更快乐 所以我们给他们的是快乐 怎么会感觉到 好像自己是推销员一样呢 那么最后呢 我想跟他引用一下 Simon Sinek的一句话 我刚刚读完他的一本书 今天这个夏天 我去这个露营 我就读这本书 就是 Start with Why 那么 我画出来的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就是 我觉得这个对于 Yusana的这个力量 是非常有重要 就是说 人们并不买 你所做的事情 他们希望知道 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它 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说 你非常的 想要关心你 那么你真正的承诺 你不是说假惺惺的 你如果真的非常的 真诚的去承诺的话 他们会感觉到 人们会感觉得到 那么他就说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你证明 你原来就影响性的事情 所以这句话非常有利 有一段这个 他在这个这本书里面 他讲说 这是法文 所以我想把它翻译一下 就是说 产品 我不晓得这个翻译的 翻译的好不好 就是产品 是在推动这个目的 我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说 Yusana就是这样子 法斯博士呢 他建立了 创立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他的目的 就是他的信念 就是建立世界上 最健康的大家庭 所以说 我觉得 我不想大家 是不是跟我一样 对这句话这么兴奋 我觉得哇 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有幸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公司 有这么好的产品 那么跟其他的公司比起来呢 他们只是有些产品 只是卖产品 要来卖钱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非常自豪地去外面去分享Yusana的产品 然后让大家 我们一起建立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大家庭 谢谢Natalie 这感觉非常坚诚 我觉得这是 我听过最近听过最坚诚的一次的演说 那么你讲的没错 那么我们要做出这个业务 其他的一切才能够有好的成绩 所以我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 那么我今天有些新人在这里 有些已经加入了Yusana一段时间了 那么 Natalie做的非常好的演说 非常感谢大家来上这一zoom的会议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三 我们将会有下一次的这个介绍 我好像今天记不太清楚是哪一个主讲者 那么我们下午 下礼拜三 也是最后一次的这个系列的这个演说 也是在晚上的七点